來 禮物是 吃醋被用來表示 男女之間的嫉妒之情 請問這句話的由來 與哪位皇帝有關呢 A 漢武帝 B 唐太宗 C 乾隆皇帝 漢朝 唐朝 清朝 快 這是我最不會的提醒 要綠小塊 這是有一個典故的 有典故的 好嗎 隨便選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不要 不要隨便選 我掛到這口氣了 漢武帝是嗎 是 漢武帝 請鎖定 是不是漢武帝 請介紹 不是漢武帝 那是誰 來 請說明 上網 正確的解答是 B 唐太宗 因為唐太宗他有一次趁著酒信 就贈了兩位美人 給他的宰相房玄玲 那沒有想到這個房玄玲的夫人 他非常的愛吃醋 那這兩個美人到他家了 他就一直想要把這個美人 退回去給皇帝 那唐太宗又覺得說 你一個太太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所以就把這個房夫人找來 然後就跟他說 我這邊有一瓶毒酒 你看你是要喝毒酒 還是讓你先生 領這兩位美人回去 沒想到這個房玄玲的太太 直接把那個號稱毒酒 整個把他喝光了 那當時房玄玲 還正哭著跟他抱在一起 大家開始大笑以後才發現 原來唐太宗賞賜的是醋 所以後來只要女生嫉妒的話 我們就說他很愛吃醋 成語勾心斗角 用來比喻勁斗心機互相排擠 而這個詞在古代是什麼意思呢 A 華麗的建築 B 奸詐的大臣 C 有勁的書法 漂亮 我的答案是 好 華麗的建築 奸詐的大臣 有勁的書法 我覺得就是 要沒學習啊 好 A 華麗的建築 華麗的建築 請鎖定 還有二十三秒 你要答三題 二十三秒 一直答七秒 不可能 這個真的很難拆 很難 連拆都很難拆 勾心斗角一定是煩的嘛 對 另外一面 對 所以什麼奸詐大臣 就拿掉了嘛 對不對 倉勁有力的書法 我覺得書法基本上給人感覺 不會有那種不好的聯想 但是華麗的建築的話 就是你在宮廷裡面 你都看華麗這大 就宮廷劇 通常都是在一個很華麗的 那個建築物裡面做的事 勾心斗角 對 所以叫 宮斗劇 對 宮斗劇 對 宮斗劇 勾心斗劇 對 就是這個 太合理了 對 太合理了 就他 華麗的建築 我們倆可不可以去組一個什麼 金光檔 像個騙集團 華麗的建築 請介紹 勾心斗劇 好強喔 好強喔 是不是很強 這是出自於唐朝杜牧的 阿房功夫 裡頭有一段話是這麼說的 五步一樓 十步一格 各報地勢 勾心斗角 說的就是這個雕樑畫動 這個建築非常精緻的樣子 那後來才衍生成 變成說是人跟人之間 耳於我詐 互鬥心急 現在熱門用於小確信 常被用來比喻 小而幸福的事情 請問這個詞最早出於哪裡呢 A 電視偶像劇 B 愛情電影 C 散文小說 請選擇 我覺得應該是散文小說 因為通常這種詞 妳不鎖定的話來不及了 聲音還在掃喔 請鎖什麼 我鎖了 哪一個 散文小說 請鎖定 對 我幫妳省時間 對 魚也多的時間後面還以為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想到 散文小說 因為這種就感覺 小確信這三個字感覺 就很文學 OK 你知道它不是 它不像生活用語 對 我不會跟你講 它很文青的話 它是出自日本文學 就它感覺是一個文字 它不像什麼文字 不是中文 它是被書寫下來的 它不像說在嘴巴上 對 我一直以為它就從日本來 對啊 日本文學 是日本文學是不是 日本文學 我以前看過這個報告 蔡明佑反而也注意到 小確信這三個字 嗨嗨 感覺是春上春樹那種人啊 他會寫出來那種東西 不一定 不這樣 春上春樹 那種人 他跟我也不熟 我覺得是小文 已經鎖定了 出自三文小說 請揭曉 勾聲 第二名 漂亮 太棒了 來 出自什麼 散文小說呢 來 請說明 春上春樹 大家剛剛都非常的有概念 的確是出自於 春上春樹 他的散文集 尋找漩渦貓的方法當中呢 有狡確性這個詞 代表就是微小確定的性 題目是 現代人常說的北漂青年 當中的北字原意為何 A 北方 B 北京 C 北半球 請選擇 我按了嗎 不用按 只要用輸的就可以了 我們深控的 A 北方 我飄翔北方 王立恒那首歌 你會唱嗎 《蘋果》不會唱 北漂只是單單純純 就北方 沒有別的意思 既不是北京 也不是北半球 確定 確定 鎖定了沒有 鎖定了 請鎖定 為什麼那麼肯定 因為之前常北漂 都是選舉的時候 那個時候從高雄的那個 青年 年輕人上來北部工作 那通常就會講說 好像到了台北 或者是不一定到台北 反正是高雄南北 往北走 你講到北京 這有點奇怪 那是對岸 你講到北半球 台灣也是北半球 太大了 這太大 範圍太大了 所以哪怕高雄到台中 都算北漂 對 其實可以講 但是如果是動物的先行的話 那就可能跟南北半球有關 OK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在講人嗎 既不講北京 也不講北半球 除非這個有陷阱 有陷阱還好啦 不過就跟中備軍 坐在一塊而已 不行 不行 怎麼可以這麼掉漆 絕對掉漆 我覺得你這麼有把握的 講錯真的很掉漆 請揭曉 請揭曉 北方 竟然有陷阱 不是北京 沒有陷阱 不是 你認為那是台灣流行的 不是 不是台灣流行嗎 它事實上不是 北方 請說明 就是北 北京 其實正確的解答就是北京 因為它源自於是中國大陸 他們有很多其他地方的人 來到北京討生活 可是卻沒有當地的戶籍 但是他們到北京呢 不管是 要買房啊 或者是醫療 教育啊 都沒有辦法等同於北京人 所以呢 才是要北漂青年 我的天啊 北京啊 北漂嗎 這些話從來就不是從台灣 發生出來的 我經常 我在台灣 就是北京 對 將來關於時間的詞語 都來自佛校用語 請問哪一個代表的時間 是最長的 非常好 選B 彈指啊 請 鎖定 鎖定 哪一個佛教用語 代表的時間是 單位是最長的 我們從後往前好了 瞬間有多久 在一呼一吸之間 呼吸之間是瞬間 瞬間 那虛餘呢 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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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片刻就有十五分鐘囉 差不多 差不多 呼吸 片刻 哪一個代表的時間最長 彈指有多久 那看你怎麼彈啊 像剛剛琵琶 一來一回也很久 彈指之間 彈指 我覺得彈指更快耶 照這個感覺 如果照你剛剛所說的 片刻 那虛餘應該是最久的 對 我個人認為是虛餘 但是因為不會那麼簡單 所以也可能是彈指 因為瞬間很快 對 瞬間確定是快 因為佛教的空間跟時間 跟我們現在一般的 在世的人講的不一樣 度量方式不同 對 三位在門口啦 你這有點猜的嘛 猜的 因為一般講 橫河殺鼠的盤子 沒關係 就這樣子 就一佛不殺的意思 你知道嗎 哪一個是時間 最長的單位呢 請 踢腳 對啦 真的是虛餘啊 這個好像沒有太多的懸念喔 不是他 難道是瞬間 還是虛餘呢 來 告訴我們 這是出自佛教的 僧子律裡頭呢 我們可以看到 剎那為念 二十念為一順 而二十順為一盤子 那一日一夜為三十虛餘 所以呢 一個虛餘代表是零點八小時 有四十八分鐘 宮廷劇常出現許多的問候語 事實上下列 哪一個問候語 在古代對皇帝使用的話 可是會被殺頭的 聖安 完了 兩分三十七秒 好了 我選A A 吉祥 鎖定 鎖 我印象 這些人都很常看到 對 其實距離都有耶 吉祥 萬福經安 吉祥是對皇后那些的吧 可是我記得吉祥 不能對皇上說是嗎 比較沒有對 對男的 聖安 萬福經安 就沒跟皇帝說 吉祥 沒有 他沒聽說過 都是女生啊 對 吉祥感覺像瓶廢 吉祥是對那些那個 杯子啊 用什麼東西 妙啦 皇上不應該吉祥嗎 對啊 皇上聖安吧 請揭曉 什麼隊 為什麼是吉祥 來 請說吉祥 這個是根據文物專家 他們的考證 其實吉祥是太監跟太監之間 互相問候的一個說法 所以其實不管是對皇帝 後妃 太后這些人都是不適用的 兩分五十五秒到底 我們常用太太來稱呼自己 或者是別人的妻子 請問太太這個詞 她的出現跟什麼人有關係 A 商人 B 君王 C 產婆 兩分四十秒 商人這可能 君王 太太 太太 還快封我了 2分20秒 闖婆 太太 太太 快幫我們太太 今天太太 我太太會是太太 所以應該不會不上 2分13秒 我的闖婆 我想要還有一點時間 君王跟商人 兩分10秒 走到這題是最不可能的 應該答應的 2分5秒 會不會是A的太太 我給你買東西 太太 賣我東西 2分3秒 請說祈禮太太 兩分 祈禮太太 所以 兩分鐘來 太太 我給你買東西 太太 祈禮太太 祈禮太太 一分55秒 太太是比較地位比較高的 所以答案請 1分50秒 哪一個 B 主王 比具王請所定 好累喔 什麼邏輯又出來了 好笑喔 如果這個節目影響了 你的健康我們很高險 他血壓應該不要高了 他真的快補負了 真的嗎 你不用反覆演練的 各種的狀態 你在想說這個太太 會是誰說的 對 太太 趕快報太太接生 祈禮太太 太太 我買東西 太太 Yeah 郭老師 有選法嗎 應該是產國吧 月娥幾年 我覺得是軍王 有人附和 有人 恭喜 有人附和 你演了一個半天 有人附和 他不當你是神經病人 投你一票 你為什麼認為是軍王 我就只是投他一票 因為他說 太太比就是 最至高無上的 這點我非常認同 對... 也有一個太的 再太還得了 再太不得了 太陽是最太的 對 比太陽還厲害的 就是 太太 太了不起啦 你最冷靜一點 對啊 最高一點 你已經讓 月娥姐的病發了 有一點了... 我快要被他推薦了 王洪哲老師有答案嗎 我覺得是產國耶 有 感覺我覺得是 現在太太不是女性嗎 裡面女生 形容女生 好像就只有產國 起司 介紹 太流不起來了 太害羞了 太好了 太驚人了 太太 太太 主持人太陽 太太 啟稟太太 為什麼跟君王有關係 好 這跟不是什麼 啟稟太太這件事喔 它其實是有歷史淵源的 這個說的就是 周朝在立國請的三位君主 周太王 紀律跟周文王 他們的政事 分別就叫做 太將太任跟太次 那就是後來就有人就想說 要表示自己的太太 先良淑德堪比三位國母 所以就用這樣比較 會寫的方式 稱呼自己的老婆 就說太太 題目是 現在用初爾 凡爾 來形容一個人 言行前後 矛盾反覆無常 最早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A 討價還價 B 有仇必報 C 路途艱辛 這個難 這題目好耶 凡爾 請選擇 我覺得應該是討價還價 好 快鎖定 漂亮喔 還是有仇必報 要不要鎖定 B 要不要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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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仇必報 B 有仇必報 要不要鎖定 要不要鎖定 請鎖定 為什麼 我覺得我也覺得是 其實我剛剛就這兩個在選 我也不知道哪一個對 但是討價還價 我覺得你討價還價 也有點像 就這兩個最像 就這二嘛 對不對 你出什麼 我還什麼 不是A 就是B 你已經鎖定B了 已經鎖定B了 難道今天就過不了 二這個門檻 有仇必報 請揭曉 請揭曉 還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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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有仇必報 來 請說明 其實這個是出自於 孟子的梁慧王下 那它的原文呢 是出乎而者 反乎而者 那其實呢 它的代表就是說 你怎麼對我 我就怎麼對你 所以就是有仇必報的意思 這是以其人之道還字 其人之聲的意思 可以這麼說 很棒耶 其實也是蒙對的 因為我覺得A也很像 誰看不出來是蒙對的 我們都是蒙對的 蒙對的 滿好啊 又真的兩個選嘛 對不對 那登高病自卑心 原畢自耳 那個耳有錯步 有錯字邊 對 明文俠的耳 也是有錯字邊的 對 我們現在常用大手筆 來形容人很大方 請問大手筆 在古代指的是什麼 A 畫很大幅的畫 B 撰寫朝廷詔書 C 寫長篇文章 這好難喔 三分二十秒再走囉 時間越來越少了 大手筆 這是大手筆啊 你看大手筆源自於古代 大手筆 時間再走 時間要三分鐘 那我寫B好了 鑽寫朝廷的詔書 來 請坐 為什麼 猜的 因為我覺得 應該不是寫長篇文章 因為長篇文章賺不... 長篇文章賺不到什麼錢 然後呢 然後大幅畫了畫 好像 算我隨便猜的啦 鑽寫朝廷詔書 請 謝謝 她們結婚也真鬧喜好 我還好沒有 還沒有阿森小孩 不然運氣更旺 還真的比笑啊 可以的話 你竟然不要回頭跟他們聊天 我還想說她穿皮膩 大手筆 怎麼會是撰寫朝廷詔書 來 研究員請告訴我們 這個典故是出自於禁書 那裡頭就寫到 當時有個朝臣叫王徐 他有一天做了一個夢呢 起來以後就說 此當有大手筆之事 結果沒想到 他做完這個預言之後 皇帝就駕崩了 那皇帝駕崩之後呢 所有的哀策 在送揚皇帝的這一些的 都是他寫的 所以呢 後來就會把大手筆 描寫為是寫朝廷官 官員的這些詔書 請 漢字筆畫最少的一筆字 數量很少 根據教育部國語詞典的簡編本 一筆畫的字總共有幾個 A 兩個 B 三個 C 四個 這個 一筆畫有幾個字 我覺得應該 我的答案是A 來 請左聽 真的只有兩個嗎 光一就已經是一個字了 另外一個什麼 嘉義秉丁的以咧 以也是耶 你好聰明喔 以很像是一畫耶 真的耶 但還有一點 但我剛剛就是因為想說 我真的想不太到 所以我覺得就選最少的那個 起 起頭 好棒喔 是一畫耶 就是因為我們想不到 所以我們還要感謝自己想不到 一跟一 這邊就是一跟一耶 對啊 來 不用說明了 很簡單 就這兩個字 我們常用小資族 來形容出社會四到五年的上班族 請問當中的資 原本代表著什麼意思 A 資本主義 B 資產階級 C 資源多寡 小資 小資 好 天啊 小資 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 小 兩分三十八秒 合理喔 我選 資 資源多寡 資源多寡 對 請鎖定 會選這個答案的舉手 一個 會選資產階級的舉手 兩個 三個 四個 但我希望不是資源啦 因為他就會掛掉 我就可以有機會 對喔 我雖然選 他如果議題就掛掉的話 你們開個身材就早點 對啊 就不會有那麼多 對 我們的題目會不夠多 我是希望你掛掉 快掛了 快掛了喔 對 醫生說的是啊 沒有 我突然覺得階級好像有什麼 因為你階級這樣 分級分類 資源多寡 他已經鎖定了 請揭曉 好 掛掉了 好 正確答案就是 資產階級 而這個詞呢 一開始是中國大陸這邊 開始使用的是一九九零年代 他們在形容 小資產階級的人 那縮解的這個說法就是小資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我要告訴大家喔 其實呢 我們台灣呢 在運用小資的這個方式呢 好像有點誤解了大陸 一開始原有的意思 因為大陸的小資呢 代表的是他沒有到中產階級 但是其實他是一些 已經是有錢 有房 有車 而且敢花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已經是在這社會上工作 那大概月薪可以達到七萬五左右 台幣的年輕人 他們才可以稱作為小資 但是在台灣呢 變成好像是 你要租房子啊 過得很節省啊 這樣的人叫小資 所以兩岸上面的用法是有所出路 成語單若木雞的木雞 原本是用來比喻什麼樣的雞 A 肢體僵硬 B 反應遲鈍 C 訓練有素 原本是用來比喻 原本 原本是一座三碼圓 你說有陷阱耶 小心喔 幸運之城要眷顧你了 好 三分二十八秒了 我的答案是 肢體僵硬好了 A 請鎖定 呆若木雞 這個雞應該是靈活的 到處亂跑的 所以肢體僵硬對不對 你沒有想過 反應很遲鈍啊 木頭一樣 一二三木頭人 可是通常都想到肢體僵硬 所以直觀就肢體僵硬 既然是直觀 怎麼可能會是答案 是不是這個意思 認為是肢體僵硬的舉手 倪軒 對 妳老師說 木雞就是會這種 它是不是妳表妹 謝謝 我們來認一下 木雞是穿在腳上的木雞 對 木頭做的 就是它比較 感覺就不會動 像假的一樣 肢體僵硬 肢體僵硬 對 當然肢體是很直觀的 認為反應遲鈍的舉手 是 連傷腹你也是啊 但是我覺得有點陷阱 他說原本 原本 對 其實這體 因為它有原本 表示有陷阱 所以有一點 沒有人想過訓練有數 這是個字 不可能 是吧 就不呆啦 訓練有數就不會呆了嗎 我當兵當傻了 不就訓練了 不會耶 肢體僵硬 會是呆落木雞的原意嗎 木雞代表什麼呢 請揭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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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來 是什麼答案 告訴我們上網 正確答案其實是 訓練有數 這個是出自莊子達升天 當時呢 齊王他非常喜歡鬥雞這種運動 所以呢 他就特別請了一個人 來幫他訓練他的鬥雞 結果呢 他每隔十天就會問他說 這鬥雞訓練得怎麼樣 後來隔了好幾十天之後呢 終於這個訓練師告訴他喔 這隻雞呢已經像一隻木雞一樣 絲毫聞風不動 他面對所有的強敵呢 他都完全不動 他就是一隻訓練有數的木雞 所以在當時的意思 一開始其實指的是 大智若愚 後發閒智 這後來呢才引申為 現在我們說一個人 比較木嫩啊 或是或驚嚇到的時候啊 你整個人呆智的樣子 我們常用吐槽 調侃 找到對方的漏洞 請問吐槽一詞是源自於什麼 A 中國相聲 B 台灣歌仔戲 C 日本漫才 吐槽 來自三個不同地方的一些傳統 我的答案是 表演藝術 C 日本漫才 Y 請鎖定 3分34秒 你不猜相聲 也不猜台灣歌仔戲 你不覺得吐槽很台語嗎 因為我們常常講 槽點 槽點啊 然後我就想說 好像不像是歌仔戲 吐槽點 吐槽點啊 吐槽點啊 對 吐槽點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應該是文漫 其實我也是猜的啊 但我每次猜都猜很快 所以沒有什麼學念 就隨便來 吐槽 我聽台語聽了好久耶 大概二三十年前 就有人講吐槽耶 對啊 還沒吐槽 對啊 我都聽三十年以上 如果不是歌仔戲 是日本漫才的話 你就厲害囉 其實我也是猜的啊 請請講 我也是最厲害耶 真的充實有效耶 他有靈異體質啊 對 亂猜都猜得到 這個奇緣是來自於日本漫才 那意思就是說 從別人的行為 或是話語當中 找到一些缺陷 故意去調侃他 但是呢 其實吐槽 就像誠哥說的 他在台語裡頭 也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跟現在用語 稍微不一樣 他的意思是 故意去挖別人的嘴巴 題目是 請問國樂器琵琶中 琵與琶 所代指的 C詞是什麼 A 波弄琴弦的動作 B 音調高低的代稱 C 樂器的弦與琴 真好 快 說 又輸了 我的答案是 A 請鎖定 波弄琴弦的動作 為什麼 就彈波 因為琵琶 什麼叫琵琶呢 因為琵琶是從琴槽傳位 一開始琵琶是用波片彈波 到慢慢傳過來 才變成指頭 指頭波 所以琵跟爬是兩個動作 琵是去 爬是回來 對 就是這樣 對 你說只有你學國樂 你被騙我們 對不對 潘老師 對 沒錯 他為什麼 你爬就來要爬 你幹嘛 他就來要吃啊 問文盲幹什麼 他們都不曉得問他 可不可以 給我這樣做 要怎麼做 波弄琵琶的動作 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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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了 請介紹 這最早有記載 關於琵琶這兩個字呢 是出自於劉希所著的 市民市樂器 裡頭就有說 推手為皮 引手為爬 那這個推彈出去 往前的動作就是皮 反後回來的這個姿勢 就叫做爬 所以才叫琵琶 傳統戲曲衝會用什麼 形容詞來說 演員基本功扎實 A 台風 B 討鞘 C 細搂子 兩分零五秒 什麼聲音 基本功 接下來的兩分 大概幾分大三幾 好吧 我的答案是C 細搂子 細搂子 請鎖定 反正不是B就是C 但我覺得C 不是討鞘就是細搂子 對 他們很多那種比較像那種 行話的 但細搂子估計是講這個人的 叫什麼天分好 如果有的話按字面翻譯 可能天分好 那個細像個搂子 都搂在他身上 基本功扎實 都坐在搂子裡了 對 基本功扎實 應該是討鞘吧 他是背個一搂子 東西上台的 對 可以這麼說吧 唉唷 這樣講 聽你這麼一講 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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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真的開心了 應該這麼說 我真的開心了 你也覺得對喔 對 我背著細搂子 可是我覺得製作單位 不會那麼好 來 細搂子 好 聽了沒有 好笑喔 好笑喔 來 順利的到底是哪一個呢 請說明 為什麼 從從哥剛剛說 那答案就是台風 因為呢 這個 其實台風指的是一個演員 他上這個舞台上面 他表現出來的一種 精神氣度 所以呢 只要他台風越好 代表他基本功越扎實 代表他的這個藝術的修養 跟品味是越好的 那剛剛我們講到的這個 其實是說這個演員 他什麼戲目都可以演 各種不同的狀態跟方式 他都能夠演 那還有討鞘是說 你這個角色 他可能並不是這麼吃衝 但是呢 他就是可以讓大家覺得很亮眼 也是一個很大的亮點 所以就會吸引大家的注意 題目指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擔心 趙漢欽 這是哪位民族英雄說過的話 A 岳飛 B 文天翔 C 石可法 3分05秒 快 1 8 9秒 B 請鎖定 這雙分題你答對了我看 應該是吧 來 請鎖定 這句話出自的是 文天翔的過靈丁陽 他的意思呢就是說 這個其實自古以來 誰能夠逃過一死 既然這樣子的話死不可怕 那不如金鐘報國留取擔心 才能夠永遠照料在史冊上 音樂 女大十八遍這句話 最早是形容哪一種人 A 神話人物 B 官員女兒 C 得到凝固 好難喔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喔 女大十八遍最早形容什麼 我在學生一定說 老師 這個你也不知道 他有官員 猜一猜他的關聯性 我想猜 猜 誰 然後B 請鎖定 其實我原先不是想猜這個 你想猜得到尼姑對不對 對 因為感覺最不可能 就想猜他 因為會講十八遍 會講變 大概都跟 都跟張回小說 或者是跟光怪有關 光怪陸地的東西有關 所以你說是神話人物 不過反正 不是神話 我不認識神話 我以為是要猜 我再猜我會猜得到尼姑 來 那個老靈魂 那你按照主持人的講法 應該就是神話人物 因為他才會變 這樣 我都是站在主持人這一邊的 女大師八遍 對啊 他是個讚美的意思 事實上一般來說 我們現在拿來讚美 他的原意可我不是 他很多原意不一定 他不一定 請揭曉 他很神話 那他是女夫嗎 來 說明一下他是什麼呢 請說明 正確答案是神話人物 這時呢 女大十八遍是一個佛教用語 出自於景德傳登陸 那裡頭就有提到 龍女成佛 佛有十八種神遍 所以就稱為是龍女十八遍 後來才被引申為女大十八遍 知道吧 知道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